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布阿松分配的查表 在介绍布阿松分配的查表之前 我们先看看公式解法是怎么样做的 假设这个问题是这样子 平均一分钟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车 有三辆 一分钟有三辆 那么题目仍然是说一分钟 好 那我们这个题目其实很容易的 三辆就代表什么 烂打就是三 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得下 这就是我们平均的次数 那么他现在以烂打等于三的前提之下 要问恰好通过两辆的几率 就是x等于二的几率 那么这个题目 我们如果说没有表 我们就直接来带这个布阿松分配的公式 那么布阿松分配的公式 各位同学 还记得吗 这个次数如果是x的话呢 小x的话呢 我们前面有证明过了 x阶层 1的负烂打 烂打的x次方 好 我们看这个题目 烂打是指的是3 这边就是3 x等于2 x等于2 这边就带下去 这边是2阶层 那么同学要知道 1的负三次方是什么 负的次方就是导数 也就是说他可以把它写成 1的负三次方 可以把它写成 1的三次方分之1 也就是2.71828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把它写得很长 然后让各位同学 如果说是计算机的话呢 这个地方要用计算机来按 那这是9 这是2 就可以直接算出来了 0.22411 这就是我们用公式的解法算出来的 那各位同学不妨把它记一下 0.22411 等一下我来用查表的方式来做 会比较快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是查表的方法 这个题目一样的 各位同学看 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仍然是在烂打等于3 x等于2的前提之下 我们来做这个题目 首先我先把这个 先清掉 先跟各位同学说 我们的表在哪里 我们的表 我现在已经放在网络上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上面直接点下去 这是一个word档 我们已经把它转成word档了 这个是也可以编辑的 布阿松分配的表 那么这个表啊 下载下来以后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 是我们把它秀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这是第一部分 这个地方怎么查呢 烂打的值是在这边 0.1 0.2 0.3 0.4 0.5 0.6 如果要更细的话呢 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表 最多到1 然后这里是x 就是所谓的次数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来介绍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是烂打值是由1.1 到2 之间的数字 那这个地方因为空间比较大 我们就多一点 我们就多一点 x的值就可以多差一点了 再过来是第三个部分 我们由2.1开始 到3之间 0到6 这个地方是第三个表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回忆一下 烂打是多少 3 是在这边 没错 一分钟恰好有两量 是什么意思 x等于2 所以我们从这里查 我们的表的话呢 找到了 是在这边 这个数字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跟刚刚我们的0.224 那个数字是非常接近的 基本上这个几率 只能够算出 它的一个近似值 所以查表的这个题目 其实算起来 用查表来解题 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我们这个烂打 我们要有0.1到3之间 只有小数点一位中间的数字 如果烂打超过了3以上 那我们的表也不够用 或者是我们的烂打值是 小数点下有两位 有数字的话 那也不行 那么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使用什么方法呢 只好用Excel来做 那么我们就建议各位同学 万一我们的表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Excel来去解 那么其实也很简单 好我们现在开启了Excel以后 我们随便点一个储存格 随便一个都可以 我们点下去之后 我们要准备打指令 以不发送分配来说的话 我们就要记得 打指令 前面一定要打一个等于 等于什么呢 大小写都没有关系 然后记得要打上一个 左瓜胡 那么同学看到了 左瓜胡之后 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你们看到的是 左边这边有一个Ex Ex就是我们的次数 这边是mean mean指的是什么呢 平均数 那么就是我们的lander Cumulative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累积与否 累积与否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再做解释 以这一题而言 刚才我们的lander 只是三台车 Ex是两台 平均是三台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Ex是二 打一个二 再打一个逗点 然后再过来 lander值是三 再打一个逗点 好 现在同学看到了 这个地方 有一个true或者是false 它指示我们什么呢 累加 如果我们打的是true 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零台 一台 两台的一个累加 加起来 它帮我们自动加总 如果说是单点的 比如说像是刚才那个是 恰好是两台 那么我们就要打false f-a-l-s-e 我们要打的是false f-a-l-s-e 打上了右刮虎之后 按一个enter 就算出来了 0.22404 算起来其实是非常准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来点一下 我们看这个指令 basson这个地方 x lander 状况 cumulative 是什么呢 累计的 像刚才我们说 0台 1台 2台 至多5台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0 加1 加2 加3 加4 加5 那么我们这边就打一个true 就立刻就帮我们算出 自动加总的结果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如果我们是单点 就记得打上一个false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题目是 波阿松分配的一个例题 我们也可以拿来查表 让各位同学熟练一下 假设某航空公司 每个月 注意啊 每个月怎么样呢 发生非安事故的次数是 0.05次 题目问 第一个 一年内 未发生非安事故的几率 那没有发生 是代表什么意思 发生零次的几率 可是注意的是 lander值是不是0.05呢 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波阿松分配的话呢 它的这个lander值 是随着我们的 时间 的长短 我们可以任意的伸缩 那么每个月 是0.05次 那么一个月 一年呢 一年有12个月 所以这个地方 lander值 应该是12 再乘上多少呢 0.05 这是0.6 所以这个题目 第一题要怎么做 是lander值 是0.6 然后我们要查的是 0的地方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表 叫出来 0.6的地方 找到了 lander值是0.6 x等于0 所以是0.5488 所以这个答案的话 第一个答案是 0.5488 其实 差表是很快的 这个题目是 也是一样 一年内 那么我们的lander值 当然还是一样 恰好发生 非安事故 一次的几率 那这个题目 一样 0.6 恰好发生 一次 一次 那就是 一 那么就直接写答案吧 一是多少呢 0.32 93 现在题目 再看看 第三题 一年内 好 lander还是不会变 发生 非安事故 超过一次 要注意 超过一次 超过一次 那一次算不算呢 就不算了 比一次还大 那就是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所以第三题 要怎么写呢 应该是 超过一次 就是从 二开始起算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虽然不太可能 会发生后面 这些数字 很高很高 可是 我们还是不能够 不能够不考虑 所以我们 原则上应该是 怎么加呢 这个 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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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往下加 可是表没有 那怎么做呢 那么 这种题型 我们如果说 这边有无穷的状况 我们就必须要采用的是 反面的做法 反面的做法就是 用一来减 一来减什么呢 扣掉了零 跟一的次数 就可以了 如果我把零跟一扣掉了 那么就是所有的状况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一减掉 来 我们看这边是零的时候是多少呢 零点五四八八 一的时候是零点三二九三 一减掉 来 我们把它加一下 一 八 再进一 这边是七 这边是零点八 零点 八七八一 那么我们算一下是多少呢 零点一二一九 这就是我们所谓超过一次的几率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布阿松分配的计算的方法 那么最主要解题是以查表为主 能够查表就尽量查表 那么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题目 这个地方来说 它有的时候是有些陷阱 它告诉我们的是 不是原来提议里面的那个时段 它可能会比较大或比较小 我们必须要跟着提议来去伸缩 所以这个烂打值 这样子才不会用错 那么如果说烂打值 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表上面查到 那么我们就直接使用的是Excel 其实Excel的话 如果能够使用的话来说 其实计算上来说 其实是更快的